講關於世界母語日 原著名基本法 對嗎 喔 我們現在必須要用一個奇怪的方法 手影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阿美語盟典 加密 在四季加季 在六兵伊拉米 那我們是阿美語盟典 然後我們就是有在想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就是在去年的6月14號 政府頒布了原住民族語言國家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然後確立了原住民族語言在國家語言的地位上面 那原住民族語言法它的第一條有說到 就是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為了實現歷史爭議 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 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 以及憲法正說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 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 所以我們的政府制定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所以我們在想說阿美語盟典能夠做些什麼呢 然後我們發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在我們在新聞或者是在Google裡面打出原住民族之後 會發覺原基法 我們講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其實是在搜尋網站或者是說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其實常常會出現在非漢人或是漢人的世界裡面 然後的生活裡面常常會出現 例如像現在最蓬勃然後也最被人家就是拿來討論的礦列法 所以其實阿美語有原住民族的基本法 那這是2005年的版本 那其實老師已經有把它翻譯出來 然後做一個對照的對照表 然後有趣的是我們去年在粉絲頁上面已經公布了這個最初的版本 然後好玩的是我們發覺在原住民族的轉譯原基法裡面 目前只有阿美族有其他的族群還沒有做就是語言法 或者是其他法條轉譯的這個工作 然後因為原住民族基本法其實有陸續在徵修 所以其實老師他就是有就是繼續的在做那個轉譯的修補 那原基法其實這幾次徵修修了四次 那這四次呢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有徵修 然後只有在做轉譯或者是在就是原住民族事務工作的人 才知道其實已經有在做徵修的工作 所以我們請那個蔡中華老師就做的原住民基本法的版本 然後再去重新的修改原住民族基本法 就是我們現在在用的阿美語的轉譯版本 然後在修完的那個過程之後呢 我們請蔡中華老師就是一條一條的幫我們把原住民族基本法用阿美語念出來 然後這是我們就是前老師轉譯完之後錄影的照片 然後我們也把它已經剪好了 然後剪成一條一條的就是視頻 所以現在目前每一條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是有阿美語的發音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就是現在我們剪輯出來的視頻 嘎一下,為記得要跳你們跳一跳嗎 它有一帶回去 沒有啊,大家剛特寫走 然後原住民族基本法目前有35條,那每一條其實在規範就是現在的政府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沒關係,那我們等一下再播放,那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我們希望就是請每一個朋友然後可以就是上我們的YouTube的網站然後認養每一條的髮條 然後用自己的手機或是錄音錄影的軟體然後錄下自己就是跟著老師一起念原住民族基本法 然後我們再把它剪輯成一個視頻就是一個video,我們希望可以在那個原住民族2月21號的世界母語日 然後可以把它剪輯成一個視頻然後播放,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美語版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除了促進社會認識原住民族族語之外呢,也讓我們自己的主人去反思我們的語言 除了在部落裡面生活使用之外,在其他的場域裡面使用的能動性 對,那先這樣子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